《混沌剑神》第3811章 幻祖的实例 在先尊敬六重天的星夜魔师面前 你请来的这几位五重天能派上什么用场? 幻祖眉头微皱 欲连真人己人纷纷露出尴尬之色 被幻祖这般轻视 他们却不敢有丝毫不满之色 幻祖有所不知 如果是对付星夜魔师的话 这几位道友的确有些勉强 可若是采集五脏精气、灵魂精魄的话 这几位道友可是能派上大用场 毕竟炼制那上古神丹 对太子殿下极其重要 在此等大事面前 老朽可不敢有丝毫大意 故此才有这样的安排 玄机真人解释道 幻祖的脸色缓和了下来 道 我会去压制那只星夜魔师 你见机行事吧 我只有一个要求 不要让我失望 请幻祖放心 老朽定不会让您失望 玄机真人信誓旦旦地说道 下一刻 幻祖的身影突兀消失不见 当他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了星空之中 正好处于星夜魔师的头顶上方 玄机真人 这化作陨石的上品神器 在幻祖面前形同虚设 进出自如 哄 下一刻 陨石带中爆发出一声轰鸣巨响声 之前低调无比 看上去犹如一介凡人的幻祖 此刻却是展现出滔天之威 一股恐怖绝伦的气势 自他身上肆虐而出 铺天盖地的卷席开来 压榻了星空 更是令四周无数陨石 纷纷炸裂开来 星夜魔师身下的那颗庞大死星 此刻也在幻祖的能量压迫下 瞬间崩溃开来 处于沉睡消化中的星夜魔师猛然惊醒 那庞大的头颅猛地抬起 巨大的眼珠子 瞬间锁定了上方的幻祖 下意识地张开血盆大口 就要习惯性地发出一声咆哮 可他的咆哮还未发出时 幻祖的一掌已经落下 那轻飘飘的一掌 却蕴含着恐怖而害人的力量 击穿了星空 刹那间落在星夜魔师的头颅上 只听得一声闷响 星夜魔师的脑袋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张印 头盖骨都裂开了 鲜血之流 他的身躯 本该被这股强大力量 打得远远倒飞出去 但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弥漫在他周围 形成了一股禁锢之力 将他那庞大的身躯死死压制 最终使得星夜魔师的身躯 正成一个极其怪异的姿态 被定格在那里 几位道友 该我们上场了 伪装成一颗陨石的上品神器内 玄机真人也顾不上战老鬼了 招呼一声身边的几位强者 瞬间出了神器空间 上品神器内 顿时就只剩下剑尘和战老鬼二人 战老鬼目光注视着外面 感慨道 有幻祖亲自出手 接下来没我们的事了 真是没想到 如他这般尊贵的人物 竟然会亲自出手 对付一只星夜魔师 战前辈 这幻祖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 剑尘传音问道 文言 战老鬼脸上的神情 一下子变得凝重了起来 道 幻祖的实力 在很多年前 就已经真至先尊敬八重天巅峰 距离九重天 也只有一步之遥 乃是道威家族的二号人物 后来 听说幻祖为了突破至九重天之境 另辟西境 凝练了一句分身出来 也就是你现在所见到的次身 他准备将次身 也修炼至先尊敬八重天 然后与主身相容 借此踏入九重天之境 如今 幻祖的这一道次身 已是先尊敬七重天 文言 剑尘心神震动 难以宁静 主身先尊敬八重天 巅峰之境 次身先尊敬七重天 这幻祖的实力 还真不是一般的强 更让他感到云里无外的是 一位实力如此之强的绝世强者 对待自己的态度 竟然会这般友善 战前辈 你说幻祖对待我的态度 为何和其他人有些不一样 剑尘满是疑惑地问道 我哪知道 战老鬼一双沧桑的目光 炯炯有神地瞪着剑尘 没好气得到 老夫到现在都还是满脑子猛 怎么也想不通幻祖 那样的人物 为何会无端端地对你这么好 特别是送你的福落 你可知 其价值有多么珍贵 就算是放在我们战宗都得当正派制保供起来 现在连老夫都开始羡慕起你来了 对了 杨宇天 你的祖上是谁 剑尘神色一正 战前辈 你为何有此疑问 老夫怀疑 你该不会是幻祖的某个隔代后裔吧 战老鬼眼神怪异地盯着剑尘 剑尘 哑然失笑 战前辈说笑了 我来自下界 祖辈都是平凡之人 怎可能是幻祖的隔代后裔 我当然知道不是 若真是隔代后辈 以幻祖的境界 一眼就能认出来 而且 你也没有道威家族的那种血脉 战老鬼摇了摇头 抛开脑中的那些杂念 开始聚精会神地观看外面的大战 星空外 陨时代已经被完全摧毁 置身于上品神器的空间内 外界的视野已经完全开阔起来 能清晰地看见 幻祖与星雁魔师之间的战斗 星雁魔师 已是先尊敬六重天的实力 因其肉身强大 治愈力极强 所以同阶强者 连重创他都难 更别说斩杀了 百万年前 都是由一名先尊敬七重天 强者带队 外加数名先尊敬六重天合力之下 耗费了一番力气 方才将其斩杀 然而眼下 星空中的那只星雁魔师 与幻祖的刺身之间 却是并未爆发出激烈的大战 因为星雁魔师在幻祖面前 完全被打得 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双方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此刻 星雁魔师浑身伤痕累累 那巨大的头盖骨都已经裂开 几个巨大的掌印 深深的烙印在上面 看上去惨不忍睹 而每一个掌印间 都有强大的能量气息残留 在阻止星雁魔师的治愈能力 因此 凡是被幻祖打出的伤口 星雁魔师在短时间内 都无法让其愈合 前后不过十个呼吸的时间 星雁魔师就宛如失去了 全部战斗历史的 其庞大的身躯 瘫软在虚空中 在他头顶上方 幻祖凌空而立 身上的黑色长裙无风自动 身上弥漫出的气息之强 令附近星空都为之扭曲 更是令下方的星雁魔师 生出一股源自于灵魂深处的战力 只见幻祖双手舞动 一条条秩序神练 自虚空中显化而成 宛如化作了一根根锋利的长矛 瀑瀑声中 毫不留情地洞穿了星雁魔师的身躯 将其束缚在星空中